我每一次踏上冰场的时候 我都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就因他而生 那个时候运动场上有八个大字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从来我们没有燃止过这样的成绩 特别憧憬着有一天 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 我是花儿花兵前世界冠军同舰 我是1993年跟搭档康康老师 练习花儿花兵双日花 其实那个时候还能够看得出来 花儿花兵尤其是冰雪项目 在国内的发展是资源很匮乏 1993年拉锁之后 五年的时间一直是没有教练的这种状态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国内的一个比赛 八个规定动作只能完成一半 那次比赛是非常不堪的 1998年我们终于获得了 去北京训练的这个机会 到了华队的时候 跟着大军同学员开始训练 专业对这种秩序 包括条件的给予 成绩飞快地有个提升 那个时候的小目标就开始定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拿到亚洲冠军 实现了以后就开始这个目标 慢慢地变大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尹帕斯波罪名 追梦无悔 当时创材人记录应该是141.81 把当时的世界记录是提高了近十分 观众全体起立长时间的鼓掌 我觉得那一刻真是值得骄傲 2010年中国人在花儿花冰军领域 尤其是双儿花这个项目上 已经创造了新的一个巅峰 到12年的时候 正步入了一个调整期 所有人开始期待着 中国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 7月份的时候 我正在国外做商演 但是拿着手机就看最终的结果 在异国他乡 看到中国深冬奥终于成功 所以确实有些眼泪 几代人的期待 在那一刻终于失下了 2014年我是索契冬奥会的棋手 棋手是花儿花冰军等员重建 34岁了 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 能够在奥林匹克这个舞台上 能够作为棋手 这个是特别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让我荣耀一生 14年索契会结束以后 我们两个其实就已经决定要退役了 但是没想到在我们两个去做演出的时候 又宣布了说 15年的世锦赛要在上海举办 这是中国冰雪史上 花儿花冰历史上 中国第一次承办花儿花冰世锦赛 你是否要考虑一下回去参加比赛 我说你肯定疯了 可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希望最后一次的比赛 在中国的赛场上离开 那也是我们第16次的世界级刚赛 并且在那次比赛当中 我们从这个奖台离开了这个竞技赛场 奥徽金牌对我来讲是一个奢望 我们一直是梦想的可以站到最高处 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那就是站到最高的演讲台 奥徽会的舞台上 在2015年3月份离开赛场 5月份就成立了俱乐部 我们在北京呢 有两家兵场 一东一西 简单的动作做清楚点 拿出了以后就在这儿收就行 我们2018年到2019年 庞青同建国家集训队呢 成为体制外的蓝队 与红队呢进行对抗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集训和人才培养 能够让我们的备战队伍呢 有更多的这样优秀的人才 这个就是我们2012年的那首照片 2012年在竞技生涯上是遇到了挫折 但是好就是好在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求婚成功了 另外一个自己受伤之后 来审视这个行业现在 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些难题 一些平静 那需要像我们这样的 有专业能力的人 我们要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 我们从2015年呢 做了冰上工艺课 到现在呢已经做了72期了 我们还做了这个冰上文化演出 从2016年我们做了 国内首个 以花样滑冰为舞台的冰上剧 那我们也特别有幸地在2022年 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时候 作为赛时唯一的一个冰上文化的 一个展演项目 然后进行了这个展演 我觉得现在跟十年前相比 变化最大的就是体育 在社会这个层面的影响变大了 从我们这个行业的青少年的 参与人数的增长 2017年我们做了 非正式的这种调研 从72万人增长到现在 一百多万 作为民歌党员来讲 我们是希望呢 能够创造更多的 国际上的青少年的这种 交流融合 我们特别希望 作为党外人士呢 能够在冰雪这个领域 都会有一些独特的 见解和生意 能够更好的助力 国家未来的发展